一些分析师表示 先别急着止损 因为油价有可能在明年反弹 周一石油市场仍以看跌收盘 但分析师们似乎没有失去希望 他们依然期望明年油价将会反弹 在过去两个月里 由于供应大于需求 原油价格下跌超过五分之一 微博的烈油利润 已经影响到了埃克森美孚 英国石油以及皇家翘牌公司的收益 尽管今年迄今为止数据令人失望 一些分析人士却还预期 2017年油价能够回升到每桶57美元 来自德意志银行的麦克瑞表示 我们看到市场正处于一个 非常缓慢的再平衡过程 我们并不认为在2017年第二季度之前 会出现明显的供不应求的情况 他还补充道 供地域球会是降低全球库存的必要条件 但这仍需要等到2018年年底才有可能出现 目前美国原油库存量已经从4月份的峰值下跌 但是美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 原油产量略有上升 伊拉克也预示要增产 收盘时刻 美国西德克萨斯中置原油价位40.21美元 而布伦特原油收盘价位42.23美元 法国巴黎银行加雷斯刘易斯戴维斯表示 由于石油库存量比较大 价格下走是有其道理的 他补充道 供需平衡调节还在进程之中 它们将会达到等量 这意味着我们仍然要处理剩下的库存原油 即使经济增长放缓 原油需求还在增加 断态活动也达到9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表明未来原油市场的竞争将会更加猛烈 本期新闻回顾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 敬请关注《独高斯贝电视》 再见